以色列士兵为部队进行掩护射击并竹门竹鼓攻坚 持续扩大在加萨南部甘佑尼基层的群组行动 不过哈马斯的反击也同样升级 据哈马斯的说法 以军阵面临地面行动展开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光是6日就有8名以色列士兵阵亡和24辆军车遭回 而美国智库也指出 哈马斯在战事演变成近距离战斗后 有开始采用解疫爆炸装置 和人员杀伤地雷攻击乙军的趋势 除了前线激战外 甘佑尼斯的医院也挤满了乙军连日轰炸导致的伤患 为了躲避战火而往南逃跑的民众已经陷入绝望 因为即使在加萨南方的拉法地区 也无法躲过乙军的轰炸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罕见引用了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 以秘书长的身份正式要求安理会成员主义 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事件 他表示目前在加萨发展的灾难 将有可能会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和平 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收到这封信 但不愿意针对此事发表评论 华语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